嗨多姆 这里是伴爱 光域故事会 光仔来相会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 有些人的故事经历虽然很让你感动 但你更希望那些故事没有发生过 如果一切都是一场恶作剧就好了 我在光域是只孤狼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一个人跑图 突然在雨林看到一只淋雨的小黑 我有些好奇 凑过去一点量 发现是个龙骨大佬 我不知道这位大佬是不是在卡无依 就打开散帮他挡雨 本来想看看他的反应 结果他没有躲开 也没有做下挂机 开始跟我尴尬的对视了起来 我们俩就像俩木头一样 处在那儿对视了十多分钟 我猜这位大佬可能不是卡无依 那他为什么要在这淋雨呢 我一边好奇 一边开始大叫给他充能 几分钟后 他终于被我的悉心照料感动了 主动掏蜡烛架我好友 第一次成功挽救一个淋雨的光仔 我很得意 马上把他绑架到凳子上 开始聊天 你为什么要连雨啊 经过一些对话后 我大概感觉到他可能心灵受到了伤害 需要别人的治愈 所以我努力开导他 尝试给他话聊 哎 生活中肯定有很多不顺心的事 但那都是暂时的 如果不开心可以把事情送给身边的人听嘛 这样可以缓解心情 或者你要是愿意的话 还可以说给我听 虽然我可能也关不让你什么 但是你说出来心情就会好很多的 如果还是不靠心的话 那就做点别的嘛 能让你忍心的事或者疯狂的事 肩膀那件事忘掉 逃避心安可耻 还有用吗 暂时忘掉最讨厌的事情之后 再回来你就会发现 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向你保证 以后你一定会真的更好的 这样这样 以后你上线我带你玩 怎么又听进去 全程就在嗯 龙骨是位很忧郁的小伙伴 所以我经常主动找他玩 刚好每次上线的时候 都会看见他在预警 于是我们每天一起跑图 为了让他在游戏里能开心一些 我还会给他讲些笑话听 我跟你说个笑话 你知道为什么猫吃老鼠的时候 要撕成片吗 因为薯片特别好吃 你知道白雪公主和包大人的孩子叫什么吗 叫灰姑娘 但他不太理我 不过后来他没有再提发泄的事 我当时就天真的以为 事情会慢慢变好起来 也许某天他就能开心了 寒假最后几天 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在预警坐着 看着没有亮起的星星 我有些不安 开始独自跑图 一天我刚跑完云野 他就上线了 我立马传回预警 见到我后 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嗯 你是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說完這些話之後 她的星星就再也沒有亮起過 是真的嗎 是騙我的吧 你是不是想退遊戲 所以就編了一個理由騙我呢 如果是的話 那就太好了 無論龍谷離開的是光月的世界 還是我們的世界 我都再也不能和她一起玩了 但我知道 無論在哪個世界 只要我抬頭 就能在星空裡看到她 祝我的朋友 一切安好 哼 讓我的視頻開心起來喲 idle 這裡是辦愛 下次再見 拜拜